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来的讲师高若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一课咱们完成了一个 RTML表单 简单计算器界面的编写 对吧 和数据交给本一面 PHP怎么接收 对吧 这一课咱们来实现 这个简单计算器的 最基本的功能 好吧 当时了写程序 记住了 尽量不要一遍写 这样的话很麻烦 知道吧 所以程序一般的分几遍写 第一遍 先把最核心的主体功能写完 第二遍 加功能 第三遍优化 那咱们这个程序就按照这个套路来写 好吧 那咱们先写第一遍 是不是实现最基本功能了 那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数据交给了谁 交给了PPP 那PPP是不是把它算出来 把结果写上 是这样的吧 那这块咱们需要把结果写上 是不是咱们在这会儿做一个下一行 在这显示 可以吧 写杠提案 上面一共四列 所有东西都放在这个体体里面 那一个提名 它占四列的话 是不是用CULSPN这个属性等于4 那这话 看一下 我们接收到的数据 这话我们就得签入PP代码 对不对 那接块问号 这块 PP你看 RTM是签到PP代码对不对 输出一个 还记着咱们一个一个怎么输出的吧 嗯 那 刀老虎 谁呀 下线POST里边的NUME 对吧 NUME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第一个变量 对吧 第一个用不输的值 是不是输出这个 那前面你给加几个字 计算 结果 对吧 冒号 加上第一个数 然后第二个是运算符啊 第一个数和第二个数怎么的了 对不对 看了 参与了什么运算 那这块 DALF下线POST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运算符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后边是不是在写第三个运算员呢 第三个运算员 咱们POST里边用谁接收啊 这块是不是有个NUME 2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然后 再等于第一个运算员和第二个算员 运 通过运算 不是运算 等于什么 是不是有个结果啊 对不对 这个结果是刚刚算出来的 那他先不看这结果 先看下之后 能不能提交这几个值 比如说 10 10加10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计算结果10加10等于什么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是不是核心功能 是不是就把它算出来啊 那 既然是在上面这个地方是用户提交了 对吧 是不是得有提交的时候才有运算呢 对 而刷新的时候不运算对不对 对 那这个时候要否则有用吗 没用 那只有要提交的时候有用 所以咱只把提交这块留下来 对不对 如果用户已经提交了在这里边 那计算的结果 假设的生命的一个变量 叫SUM 对不对 结果默认咱们假设等于空 或者等于零都行 对吧 咱假设之后就将它等于一个空嘛 对不对 要没计算的话就没结果 或者等于零都行 然后咱们这时候是不是得参与预算了 对吧 那预算很简单 收到了第一个数 也收到了第二个数 就看用户选择是哪个预算符 这不就可以了 那预算符对判断 判断用户使用的哪个预算符 而且有这么多 肯定得选择多路分支 是这样的吧 那多路分支有否则 如果也有switch case 那咱用哪个 switch case 否则如果能弄作 能 能 但是咱们前面说过了 switch case和否则 如果什么时候用switch case 就是一个边缘多的 对 单个值匹配的时候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 你有否则如果会稍处白一些 如果有switch case 会稍微简单一些 知道吧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用了前边 机械课学到的switch case 好吧 那么这话 swt写switch 判断谁 判断运算符是哪个 对不对 这话写着 我这边加上公式 这个是这个是计算后的结果 这个是计算后的结果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呢 下边这话 什么呢 判断 用户 什么呢 选择的是哪个运算符号 对吧 把运算符号变量 post 是不是介绍到的在这儿了 运算符号 是不是在这儿 似配一下 用户输入的是这个变量 看他匹配哪个 是不是用户选的 那个那就cse如果匹配到的是加的符号 对吧 师傅语法后边加冒号 然后就像sum等于什么 让第一个运算符 nume 对不对 既然是加上 那就加上到了 下回家 post 对吧 num2 看到了吗 对 对 然后bre k break 是不是这样 写可以 当然了 我们如果你放在一行 瞅着太乱的话 像贴书一样 是不是可以分开 可以换行写 对不对 还是这样写 是不是就看上去更清晰一些 那有的时候 有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 咱们现在记着 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 你只要把预算符号 这一放的话 直接算出来 用不选的什么预算符 直接的表达是一样的执行 结果就能出来 听懂了 你别的都不用写那些判断 但是咱们学的计算器 目的是干嘛 是不是就是预习一下 应该说叫复习一下 对不对 复习一下 咱们前面学的分支结构 对吧 比如说外层是单路分支 然后里边再使用switch case 就属于什么 潮状分支 对不对 当然我可以用一条一阵 就把一大堆switch case 不能写出来 再能说了 咱们现在要的是这事吗 不是 知道吧 所以我们这话就老老实实的按照随着k怎么写 cse 怎么写最快 咱说结构已经定了对吧 复制粘贴是不是最快的 对 你俩杀死了 用写defull吗 不用 对 因为用户是通过选择 选择的方 选择只能选五个 对不对 它不会出现第六个 所以不会出现其他的可能性 你就不用加底部写其他的可能性 听懂吧 所以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块加 这块来个减 这块来个乘 这块来个除 这块来个 对 球膜 大家还多了一个 是不是 那我这块同样变成减 这块成绝的换成星了 对不对 除号 然后这块 球膜 来我们就会看一下 结果你得想一下 是不是通过用户主要一踢跤 对吧 它是通过选择符号 是打sum 结果就能出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块 我只要把谁放在这 sum 对吧 计算机 咱们是不是就能写成了 来我们来 look 看一下 怎么重新 从头来刷新 可以 下边 看到什么 现在咱们在配置文件里边总提着这些注意的远向 听着吗 这会儿我可以先临时停一调 后期再经常出现的话 我就教大家如何在配置文件的改革 这块我在最上边用一个PP就是加什么呢 EROR下发现什么 REPORT ANTI REPORT 对上次用过 这样的显示所有的错误 但是并且除了什么呢 E下发现 NOTIC除了什么注意 这样的话 因为咱们好多这些变量都没声明在使用 PP是允许变量不是没有使用 对不对 对 所以不算什么太大的事 所以就不用管 下面注意就不用多说了 你看 是不是有这个了 对吧 虽然看你的机面计算机 我这个等号看着不合理 对不对 但担心主体功能是不出来 试一下 10加10 我现在一点计算 10加10等于20 主体功能 咱要计算机是不是计算完了 对 其他是细节 该算的其他方好方式呢 比如说40 这块来一个乘以3乘以2吧 计算 80对吧 那咱来一个33 怎么呢 除以3 是不是11 核心功能咱们就想了 好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要向大家介绍的 先把计算器的核心功能写完 语那个复习了 咱前面学的单路分支 还有什么 潮状分支 还有多路分支之后的 所有的case 这是咱们要复习句话 以及复习了 是不是加减乘出 球门的预算符 那这里边还用了这么多变量 是不是把前面的一些 怎么用到了 然后还有比如说 生命变量的时候 能用一个工具 还有能评议一些注意 对不对 那我想评议 开发的时候 别评计所有错误 人家有错误 真正的错误 你就看不来了 对吧 把不重要的错误评计掉 好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 跟大家讲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